今天聊一下在德国行医的优势 本人目前在德国做那颗住院医的工作 目前已经工作快两年了 所以想分享一下在德国做住院医生或是行医的好处 首先Walk-Life-Balance 这应该不是秘密的 在欧洲任何工作跟其他工作在亚洲比起来的话 就是能够顾到生活品质 然后当然医生也不例外 首先是住院医生基本上一定都会有30天的年假 如果医院是不提供30天的年假 我猜应该是很难找到医生 然后再来是加班或是 对都有加班或是怎么样 都有加班费或是可以换休假 然后就像我现在的工作来说 我每个月需要值的夜班就是三到四次 然后周末班或假日班也是一到两次 然后第二点再来就是 很好的或是比较好的医患关系 就只能说相对来说 其他国家或是我去过的一些亚洲国家来说 医患关系在这边是比较好的 就即使我是个外国医生 德语也非母语 但普遍来说病人都或是家属都会非常的尊重医师 第三点我是觉得 如果你是一个对医学有很有热忱的人 就宛如第二点 因为这个降好的医患关系 比较不容易失去行医的热忱 再来是也不容易被人告 当然我也不知道 这边是不是真的 容不容易被告 或者说被告了之后 容不容易赔钱之类的 但至少我目前工作两年 我的主任或是组织医生 没有遇到任何医疗纠纷 只有一次 但是之后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解释 当然那次这个医疗纠纷 其实我也被牵扯其中 不过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聊这个故事 再来就是第四点就是 德国的医院 我觉得比较有平坦的阶级制度 就是比方说我现在在的医院 就没有很严重的阶级制度 当然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德国来说 应该德国的医院普遍都是很平常的现象 就比方说你有任何想法或意见 我觉得这边的主任和组织都是非常的开放 你都是随时可以问他们 或是比方说你觉得他们做错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讨论 没问题 再来是一个现象叫 Hallow und tust 意思就是说在德国工作 同事之间私底下是不会有任何的交流的 也很少约出去 比方说像我内科的住院医生 大概两三四个月才会出去喝一次酒啊 吃一次饭之类的 然后私底下基本上我们是零交集的 甚至在工作的时候 small talk你都不需要 就当然一开始工作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不适应 大家都很冷淡 但你久了之后就觉得蛮好的 还有你有时候跟一些不喜欢聊天的同事呢 机缘上你可以真的是上班前说声Hello 下班前说声Choose 然后一整天都不需要有任何其他对话 就见仁见智 但是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是蛮好的 好再来第六点是身为医生 因为目前德国很缺医生 所以如果你是一名医生 基本上要找工作都很好找 如果你是内科的话工作又更好找 再来是说德国的 因为工作太好找了 所以基本上你不需要怕得罪任何人 将来因为在圈内的名声不好 找不到工作 比方说你对你现在工作有任何不满 你可以直接跟医院或主任沟通 如果双方没有共事 你可以直接找下一家医院 然后所谓的甲方或是阿拜基本 他不会有什么恶意的想法会对你 当然是前提是以没有犯一些很严重的错误的情况下 当然就是不会交恶 然后如果你结束之后 换一份下一份工作的时候 你的主任通常都会帮你写一份很好的 推荐信或reference letter 或是对比较好的 Arbysolkness之类的 然后再来一点是说 德国的病假很好请 就基本上任何工作在德国都是 法律规定三天内都不需要证明 然后三天以上找嘉义科开证明就可以了 而且嘉义科其实基本上也不会很严苛 就是你跟他讲你不舒服或怎么样 他马上就帮你开 而且在德国病假不是只有说 你生理病可以请 基本上心理病也是可以请的 然后再来同事 因为私下也是没有什么交集 所以你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 也不会有人问你说 你真的生病吗 还是没有生病 你只是想逃班啊什么之类 不会有人问这种问题 像比如说我们同事请假 隔一天我们都顶多问他好一点了没 他说好一点就好 也不会多问说 为什么你请假 或说你好像今年请很多家 都不会有这方面的人情压力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但同样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遇到很爱请假的同事 那就你也不能公开的场合责备他 说你为什么请那么多家 但如果你在欧洲工作或多或少 那你工作的话一定会有一两三个人 是这种个性的 就是常常请病假 然后很聪明都会请一两天 或是三两三天 然后再多就不会再请了 就蛮多是这样子 然后第八点 就是最后一点我觉得 还蛮好的地方就是 德国人是不忌讳谈生死这件事情 所以所谓的DRDN 不插管 不抢救 这件事情是随时可以跟德国病人谈的 因为我在那一科 那一科就是相对 病人年纪比较大 所以只要年纪比较大 不管他的情况稳定不稳定 我们这边都是一定会询问说 你需不需要我们进一步做治疗 比方抢救啊什么之类的 普遍来说 病人都不太会忌讳谈这件事情 甚至家属也是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 如果你能事先先讲好 你就不需要做任何抢救 真的事情发生了 家属也会欣然接受 病人本人也可以欣然接受 就这一点来讲说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 就以上这八个题 我是觉得在德国新一好处 非常好的好处 对 如果之后有机会再聊聊 在德国新一有什么 略试啊 或是中文人和外国人 会有什么略试啊 或是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OK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再见 Auf Wiedersehen Tschüss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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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